你不介意我坐下來嗎? 這裡有什麼好吃?你打算叫什麼? 看餐牌,不一定是想吃東西 就等於你問我可不可以坐下來 你也不是等於我的答案 你覺得我不理你感受? 我只是說要工作 工作而已,你怎麼會跟變少爺在一起? 前幾天,我經過公司停車場 你怎麼回事? 小姐,我沒想到你 你怎麼回事? 小姐,你怎麼回事? 你怎麼回事? 小姐,我沒想到你這輛車 我…我賠償你這輛車 你別鬧大事 我不是車主,你的車掉了車牌 好, 就是這樣, 我們就認識了 如果變小姐那輛車真的那麼差 沒理由可以順利開到去停車場 你們做保錶是不是就是這樣? 無論聽到什麼, 看到什麼 都一定懷疑了 對於有問題的地方有懷疑 反而有問題 那天是邦爺載他回公司的 行了, 爸爸 你不用跟我們交代 阿俊, 讓我說 我和Mila是初戀 婚婚之後再沒有聯絡 媽媽過世後, 這麼多年來 我也是專心打理生意 沒想過再娶 就算去年遇到Mila之後 我們也沒想過 只當見了一個舊朋友 一起走山, 打球, 吃飯 Anson, 我們真的自自然是分在一起 我們真的沒想過會變成這樣 撞車那天, 他們回到停車場後 曼爺走了 他打算開車出去兜一下, 逛一下路 誰知道就撞了 撞了我的, 就是賴Sir的車 但是賴Sir, 第一時間就懷疑你 看來你在他心中, 人品真的不一般 那天我上班想拍車 他突然放了我的位置 剛好我的車之前花了, 他才會不會 但是他說原本你的車派到旁邊 後來因為畏罪前途而拍到下一層 那天下午我出去開會 回到聯武位才拍第二層 是非要找上門, 你也避不了 那你又無辜一點 不過你真的不要怪Mina 因為她坐完車之後, 嚇得臉色 她只知道 不可以被人看見她駕駛邦的車 她倆現在是單身的, 說什麼讓人知道 Anson很疼她媽媽 邦爺怕對黃昏戀得不到認同 所以不就要玩地下情 Mina知道邦爺的難處, 所以這麼害怕 剛才認識你, 跟你說這麼多 她跟我說, 正正因為我是老人甲 不知他們今晚會不會有好結果呢 在我一般的時候, 我覺得很安靜 可能是安靜得很多人會害怕 這就是寂寞 跟他在一起之後, 我們倆開心得多 我現在也在一起, 真是寂寞 安son, 每個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權利 老闆, 你喜歡喝哪種花茶? 下次爸爸他們去打板球 我幫你準備 Anson, 謝謝 今天這麼高興, 我們乾杯, 乾杯 不知道那些人 還以為你跟臉少爺有好朋友嗎? 我們是 兩個人是不是好朋友呢? 不是看認識了多久 而是看有多信任對方 因為信任是一種感覺 誰這麼好賣給我們? 你? 是我賣的 我知道最近公司有很多傳聞 我只想說兩句話 賴Sir的車不是我撞的 但是你們的放濕機是我撞的 其實那天我打算會放濕機 誰知道拔個插槽的時候被電碰到 整部機器掉爛了 正哥就替我扔掉 原來整件事是這樣的 這部機器跟我用的模特兒一樣 女心以後就知道哪兒買的 對了, 你們不用特地走元朗 那就好了, 以後不用煩嗎? 那我們負責輪流買精油 楊Sir, 那我們買什麼味道的精油好嗎? 罰手金, 清一點又可以放鬆精神 反正我有, 大家可以試試 好 賴Sir, 叫聘請 楊Sir, 你也需要過去 蕭花村的經理人通知我 他們有兩個住院病狀 我想說要禁止香港的見面會 所以跟我們合作的項目也要取消 大家還打算可以保護大明星 誰知道只有一個吉 既然沒有了項目 那鐵人他們就可以歸回我們的團隊 接下來我們還有很多項目也要做 要保持人用 還有大項目? 沒聽幫爺的廣告 很多都未定 所以暫時都不可以跟你說 幫爺一定同意, 大家自己說 想跟哪一條隊 跟我還是跟楊Sir 我為人很開明 大家跟我, 我當然不高興 當然, 但是不跟我也不需要擔心 我不會放在心裡 是呀, 難道賴Sir會跟他過不去 難為他, 叫他擋子彈嗎? 怎麼辦?靖哥 是呀 信他一成, 傷目失明 說不會記起心 就是肯定記住了, 怎麼選? 本來我們就是跟楊Sir的 現在證明了放濕機的事是誤會 我們應該跟他吧 但是賴Sir那麼小器 選楊Sir, 一定得罪他 那怎麼辦? 小心選吧, 站錯邊 死了都不知道有什麼事 怎麼樣? 不用怕得罪人 總之大家今天怎麼選也好 不會有人怪他 好, 再見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 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這個小鐘 訂閱吧